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興 被特朗普玩死,股市暫時觀望,佛線足塵 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恆新指數前日微升96點,收報26041 成交不算沒約703億 港股跌穿26,000之後,在26,000上下穿梭 今個星期曾經反彈 首先,跌穿26,200收在期下,要認輸 這點一定要跟大家說,不好意思 認輸之後,再分析形勢,為何會跌穿 因為特朗普突然在聯合國大會上 狠批中國,又說中國這樣,又說中國這樣 令形勢很淡 誰知一天之後,即是昨晚 他又突然說,跟中國的貿易會談 有機會比想像中更快地達成協議 總之,他都說了 之前一天在罵中國,可能是極限施壓 之後那天又說,可能很快會達成協議 之前那天一淡就跌下來 之後,說很快會達成協議 現在變成一個上上落落市 短期的趨勢,就轉為黃燈 中期一向都黃燈,官網為主 可能資金都是炒股不炒市 可能去個別主題股份,待會再跟大家說 大使暫時可能會還行 恆子當然,如果你看看 他就連續是九連陰 跌穿了這個上升軌 昨天一下跌穿了,262% 就在星期三那裡跌穿了 因為星期二晚,特朗普在聯合國大會上 就狠批中國,當然是跌穿了 沒有辦法,這些事情 之後那天又說很快會有達成協議 今天就彈了一點 彈了一點之後,我覺得都是打橫線 現在變成,好了 市場可能現在關心的 第一就是10月初 中美會不會有一個貿易協議 臨時協議,還是什麼性質的協議 特朗普就說明 都是一定要是Favor美國的 他才肯簽,就是對美國有利的 他才認為,他才肯簽 好了,對中方而言 其實大家都知道,全國出來的一些訊息 就是,為什麼兩方面談不上數呢 就是在補貼問題,知識產權問題 是不是外匯操縱國,影響人民幣匯價 這些上高,就很難答成協議 中方其實是想不包括這些部分 而是正是在貿易問題上 跟美方達成協議 中方是很有誠意 但是其他這個部分 就是美方就是想 中方都要答應的一些東西 所以就卡住了在這裏 這次都不是容易的 雖然,美方就將一個強硬派的博爾頓 但其實他裏面還有一些強硬的人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析 他裏面其實那些人 大家不要以為是容易搞的 都仍然有很多鷹派在裏面 好了,講完這個問題之後 另外一個問題困擾的事 就是經濟下滑的問題 經濟下滑的問題 其實歐洲的數據很差 不過歐洲央行就說明會放水 現在很有趣 其實因為德國的PMI跌下來 所以德國是願意放水 不過PMI這個數字來說 法國就沒有跌穿50 所以法國就說不是那麼需要 輪到法國就不是那麼想大規模放水 最終會怎樣 因為其實太多歐園區 整個這麼多國家 基本上都是差的 都是要放的 好了,歐洲會放水 所以日本雖然上次就維持著 沒有放水 但其實基本上它都已經放很多水 剩下美國 美國12月減息的機會 都仍然有的 我覺得都仍然會減的 剩下中國 中國又怎樣呢 這個才是個關鍵 為什麼內地股市這幾天都不斷滑呢 就是人民銀行行長的易剛 說了就是說不搞大水萬貫 不搞大水萬貫 才是造成股市回下來的主要原因 你看得到其實深淨成分股指數 如果上證指數 剛剛上證指數就在9月16日見頂 9月16日正正是開始降準那一天 深淨成分股指數早一點 恆新指數就是在9月13日星期五 之後就是16日降準 恆子就在13日最高位 上證指數就是exactly 16日最高位 深淨成分股指數早一點 然後就跟著說不搞大水萬貫 一路就滾 加上就臨近11場價 今天跌了2% 由於它跌穿了這個 雙底頸線水平 這樣的話 如果未能在一兩天之內衝上去 你要小心 這個跌浪 這個升浪可能完結了 可能進入調整 事實上恆子已經跌穿了上升軌 調整了很多天 所以有機會 由於內地不搞大水萬貫 進入調整的市場 調整的市場就是官網 暫時不要太過樂觀 但也不需要太過悲觀 因為中美貿談上告 看看會不會有這個消息 哪方面的消息出來 是好是淡 看看10月初就知道了 好 市場暫時來說 可能是佛線足塵 今天上落都不大 最後升得九十幾點 資金流下去炒個別的股份 如果大隻一點的就招行 今天招行升3.8% 由一棍上來 那是不是好呢 要看筆水 他現在淡上來 筆水收市之後公佈 筆水有減持他的 有減持他的 所以未必一定真的很好 不過如果用中長線的角度來看 鬼佬的角度來看 招行可能就是內地銀行股裏面最好的 事實上招行上市以來 2006年到現在 長線走勢來看 它是有十倍的升幅 大家也知道 中國銀行三九八八那隻 中行 它上市兩個九毫半 近期都是三元水平的 曾經跌穿兩個九半 即是十年來打橫行 這一隻是有得升的 是升十倍 金融股 我覺得長期來看 招行是好的 即是內地金融股招行是好的 另外一隻 就是平保 平保也是一樣 即是長線走勢是漂亮的 它短期的波幅有上有落 所以如果銀行股 我會選招行 內銀股 選招行 那內地保險股 平保首選 好了 還有些什麼股份呢 建韜集團 或者以前建韜化工 148 這隻股是主席珍持 昨天收市又公佈 其實就在二十元之下 十九九到二十元 主席珍持 二十元之下就買了 今天就彈回5.5% 上回二十元一收 就是告訴大家 二十元之下 應該相對都是一個吸引 有吸引力的 但是也不要說大股東 珍持一定是可以的 要小心 不過這些股份 就是有大股東在後面 要知道這隻股份 已經很久之前沒有珍持 所以 現在出現二十元之下的 珍持是一個訊號 如果再下去 我相信大股東也會珍持 就是低於二十元都是會珍持的 但是當然 它珍持不代表 就立刻一定會升 大家注意 技術走勢上高 就是像一個頭肩底的走勢 頭肩底的走勢 但是未升圈頸線 一定要升圈頸線才是真的好 建韜化工升5.2% 連帶值100% 建韜即晨版都升3.2% 好了 今天另外還有一些股 炒股不炒市 就是雅新活 雅新活是因為有收購 收購了另外一些物業公司 刺激的股價 今天升8.2% 創了歷史新高 最高的時候 去到18.4% 收17.88% 也都帶動整個物業板塊 是上漲的 例如碧桂園服務 也升2% 中海物業也升4% 澳園健康 新成月服務 這些都升3% 所以這一隻 就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因為它有一個收購 整個板塊向好 物館股其實 都是好的 是貴一點 因為都很難有便宜 因為它的營利增長 都比較實在 因為一路可以收購 提供的服務越來越多 提供的服務越來越多 賺的錢也都越來越多 所以一路都可以穩健地上升 這些股其實 逢低買就會穩陣一點 這隻現在衝上去 看看有沒有機會回 回到17元邊 或者16元水平這些買 你用上升軌的話 挖近上升軌來買 就會穩陣一點 另外一隻內房股 近期做得比較好 我都說過幾次 那隻叫保隆地產 保隆地產 暫時來看 就是內房股 走勢比較漂亮 那隻 今天它再升4.5% 收報5.51 上次在9月20日 見過5.59 今天最高 是5.55 差4仙 走勢短期有機會破頂 那為什麼會好一點 因為賣樓就賣得比較多 所以這隻都是比較好一點 另外教育股 今天有一隻宗教 其實教育股 最近就是 譬如新東方教育 它是視頻教育 那類比較受惠 短期 因為覺得它可以 複製它的模式 有很多的省市 所以就做得比較好 那這些傳統 都要有些反彈 就現在想好像挑戰下降軌 曾經升穿過的 收市就摘著一條界 升5% 如果衝得上去 都有機會有一些短期的反彈走勢 除了這隻 今天的蜂業 都升大概5%左右 那幾隻教育股 開始有些衝動 我猜到可能跟快季節 基金的動作有關係 整體而言 大市其實短期落到兩萬六邊 佛線足塵 資金寧願炒股 不炒市 好了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收看 明天 臨風 A N